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了 我这台车基本上毛病都修差不多了,基本没啥了 然后就说一个后轮我没有保,因为手刹车比较高 我今天要把后轮拆开,然后看看手刹车里边什么问题 一般刹车屯应该是不用换的,我估计需要调一下 顺便把这个后轮拆了保一下 保完之后这个车就没有问题了,窗都改进屯了 然后电池今天估计也能到,我估计得下个视频了 这个视频看不见了,今天先保这个 一会把这个车支起来,给它轮胎卸了,保一下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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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啥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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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刹车盘有点磨损的 有点厉害 而且边这个盐啊 老厚了 磨下去大概得有一毫米多了 两边都磨了 那边磨不着 先把它拆一下看看吧 不用去逛一下 这个刹车片的厚度还够 刹车片暂时不用动 至少没报警 然后把这刹车盆卸下来 看看如果用 里边还差 主要是外边严重 这个就是手刹车的布 手刹车还可以 毕竟它这玩意不参与多少摩擦 但为啥它这个 经纪这么大的 看一下怎么调一下吧 这个应该去逛一下的 拉车床去逛一道 两边都给它逛一下 完了 这稀里哗啦的把刹车都拆了 这么多零件 多说这些零件 一会不知道到哪边装了 哎呀可快拆了 这是哪的呀 拆个板 这后轮也没啥整的 我记得这个周城是 应该是磁车油润滑的 就不拆它了 就把这个刹车盘去光一下 我这个车床是比较小 卡不住 这个直径快到400了 最少380也有了 我那是三零的 所以说卡不上 就拿我朋友车床去弄去 开这大车床 哟 它这个刹爪我还得换过来 哎呀 这爪还是三爪的 我感觉到这些烧烈车的 我可以看到这些烧烈的 我还得到这些烧烈车床 我可以看到这些烧烈车的 看不到最新的烧烈的 不够的 结果 我还会去 那些烧烈车吗 行了,把两边这个摊给它光掉就得了,平面先不光了,光完刹车还影响刹车,先这么用吧 这个是圆车的手刹车线,它这个刹车线也是它给调得太老根了 我要往回调,要不往回调的话,那个刹车底下没法调了,它是现在刹车线往处拉得太多了,需要把它往回调了,然后从那个刹车端那边再调尖去,现在它把尖去调到这个,把刹车线上尖去调没了 这里面有个刹指,扒了这个就行了 完了,不动了 我可以调的 我可以调的 嗯 我可以调的 我可以调的 别的 这里面上比的 你这尾的是 BBQ 我会调的 有点 我会调的 这边刹车片也没啥事 这个比那边差点 我就不动了 不光了 把这就刹车调一下就得了 这个手刹车要调一下 刹车片也没什么事 这回再把它再调一调 就OK了 在这边再往里挤一下 这样你现在手指动就不会像原来那么高了 手刹车是不能单纯只调线或者只调刹车的 手刹车这个东西要根据你这个拉线 还有刹车盘里边这个调解 然后互相调的 然后互相调的 看这回这回手刹车也对了 原来拉到这位置 然后刹车还不好使 拉到这就已经有了 其实还可以调的 但是不用调的 这样也可以 试试手刹车 看看手刹车怎么样 也不用太快了 正常手刹车速度这个速度就差不多了 今天手刹车修好了 手刹车没问题了 然后今天上午去给老丈人打药去 弄的比较晚 今天可能就省一个手刹车 晚点的话去把电池装上 基本就没有啥活了 快出发了 把电整完了 基本就完事了 就可以往中飞了 去哪好啊 大家说说说你们都想让我去哪